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就把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柯默在接受记者专访 星期日的专访的内容呢 他整理出文章了 那美国的这个监督委员会主席柯默主要是针对拜登家族 结果他昨天的昨天说这么句话 他说不会有任何拜登的叫圣诞节的照片内容 因为呢大概拜登全家12个人都参与了这个银会 阴暗的商业商业交往 他话什么意思 我看过全文之后话什么意思呢 他认为应该拜登家今年20242023年没有全家福 没有圣诞节的全家福 原因大家都进监狱了 还是应该都进监狱了 这是美国人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圣诞节呢 蛮有趣圣诞节是与神直接相关的 那凡是有宗教背景的人对圣诞节的概念超过新年的概念 对吧 所以那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的拜登 那他的故事所演绎出来的故事 我以为是对今天很多宗教 崇拜宗教和身陷宗教的环境中的人 是一个绝妙提示 他的提示就是说 到底在宗教的背景之下 人人捧着圣经的背景之下 人人家里头有佛堂 家里头甚至有自己有道观 家里头甚至自己有自己的那种那种祈祷使的 甭管是有钱的没钱的 你们在干嘛 你们在干嘛 想拯救自己的灵魂 能认识自己的灵魂吗 圣经你可以倒背如流 但你能拯救自己吗 如果大多数人能够拯救自己的话 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 一定有它一个基层基本面 对吧 美国社会的出现 美国总统的出现 美国总统以这样的方式的选举获胜的出现 他的一切都代表 而美国是一个纯清教徒立起来的国家 不就代表着曾经的故事 曾经的故事 在当今的社会中 以科学为借口 以自由为借口 以法律为保护 以公平为说辞 以各种理由 真正抛弃自己的信仰 留下宗教的衣钵跟外衣 来装饰自己的欺诈的脸面 欺诈的生命本质的脸面 人说这话说的 在教堂里太多欺诈了 不是神不好 是那些跪在神的面前的罪恶 在祈祷跪拜的过程中 一步一步的更加的罪恶 所有这些人 美国政坛的所有人 都把手放在圣经上 成为了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 白宫的官员 和参众两院的议员 是吧 那他们都是以这样的 乃至于法院的法官 检察官 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承诺 他们都以神的名义承诺 干着这种事情 这是弥撒亚真正到来的原因 弥撒亚弥勒到来的原因 那当然很多基督徒说不对 弥撒亚就是基督 是你说的 你认为 如果弥撒亚的法力 弥撒亚本身的真正的法力 他不会让人堕落到这份上 你信吗 就是弥撒亚真是弥撒亚在哪 人没有能力 使自己败坏到这份上 人也没有能力 去依照魔鬼的路 羞辱着神的自己崇拜的事情 是人的问题 你当然可以不接受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只想说 你攻击谁 我谁都没攻击 我只是说 你要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 自己 那你说崇拜神也好 崇拜佛也好 整了好几十年了 你不会不给自己反思一把 你的崇拜 你的敬仰 没有任何 完全是最好的 只不过说 去醒悟自己 对不对 那这个故事就这么发生了 文章 英国的每日电讯 都写的很详细了 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了一个 整个他的梗概 所以监督主席 柯莫说 拜登家族 没有圣诞照片 因为所有人都应该进监狱了 那能不能进监狱 可是两回事 这个因为 作为这个众议院 参议院来讲 监督委员会来讲 他有权力 而且他有信誉 向社会公布 他所调查的一切 他的信誉还在 他的信誉还在 就是美国人民 包括左派的媒体 也无法否认 他所拿出来的东西 当然人们会去否认 那不是问题 所以执法是司法部 司法部FBI是否执法 那是道德考验 道德考验 人家他们是专家 那是专头专家无所谓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问题 都是被专家欺诈 昨天 马斯克呼吁把福奇抓起来 你说谁是专家 我一会跟大家分享 这里他提到 就说 科莫上周一 在上个星期一的时候 说是九个家族的人 这一个礼拜一不发展 他说现在又有三个 那又有三个的是指说 拜登家族十二个人 连孩子都有 他接他又涉嫌洗钱 中共来自于世界各地 以中共国乌克兰 俄罗斯为主 主要是中共国 钱进入了拜登家族的 无数个有限公司 那是以各种生意的名字 对不对 你给我买个买个这个买个那 你帮我做个生意 给我租个办公室 对不对 那拜登在这个特拉华的家 是他儿子 每个月花了五万块钱 租的 家 对不起 家是拜登总统的 然后儿子又花五万块钱 去租他爹 一个地方 然后做那家公司的办公室 这个钱谁给的 是叶剑明给的 所以就以这样的方式 给他爸支付了六十万租金 那房子值多少钱 不知道 一百万我们才开始 一年支付了六十万租金 那这个东西 起码他还有个 有个租约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 那是洗钱 是为了把钱给他爹 那但是他起码有个租约 是给叶剑明 租了个办公室 你弄清楚 但是他其他的一些钱 连这样的借口都没有 就是钱进入了 这个 钱进入了这个 拜登家族的若干个有限公司 然后从有限公司再把钱 切开不同的数字 进来一百万 给他分成十份 十万块钱一份 九万九千块钱一份 然后再分给拜登家族的 个人的家庭成员的名头上 但什么都没干 就是汇了点钱 这就 这就叫洗钱 说你买钉子 钉子呢 我买了 我刚去买的 不对呀 那个钱是去年的钱 你怎么现在才买钉子 这事你就说不清楚 对不对 花多少钱买钉子 十万 开玩笑 是什么钉子 肯定不是黄金的 黄金的一个钉子不值十万 你知道它是什么钉子 谁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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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知道 那钉子呢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买了买了 真的买了 真的买了 发票呢 我一会给你印去 是这个 他故事基本就是这个 那这个故事挺直接了当 说心里话 这钱这么洗 真是胆大妄为 你花 他儿子花 说我把我爹 我住你那房子 每月给你五万块钱 这还 这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坏蛋 他有理由 他说那个他没理由 对不对 那拜登全家 家再大 才有十二个人 那他孙子孙女 真拿出钱了 干嘛了 拿钱干嘛 付学费 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 真正洗钱的 那这些钱 另外一个麻烦 就是说 这些记录 都在美国财政部有 美国财政部 有自己的监督机构 那美国财政部的 自己的监督机构 任何汇款的 非正常往来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发生 所以这就这个 那就是这个 这个财政部出问题 对不对 他不是小数 什么都没看 坐家里吸大麻 招妓女 所以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议员 是个女议员 就非常的愤怒 说他洗完了钱 然后 用钱 去支付乌克兰 俄罗斯的妓女 在支付妓女的 钱财上 还发生了争持 想打折 他说这个 这个奇耻大辱 因为这个钱 是从共产党前 进入了美国总统的家 然后进入了 美国总统的儿子 然后儿子 去招俄罗斯 跟乌克兰 然后又赖账 算服务不好 然后出现了 财务纠纷 那是个女议员 他就简直是 这是今天的美国 这是今天美国总统 这是今天美国人 2020年选举的结果 我讲 他能够出现 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衰败 道德衰败 基本上 我跟大家就陈述 这个故事就完了 所以科莫说 不会有 不会有拜登家族的 圣诞全家福了 他们应该 整个拜登家族 都陷入了财务 叫金融财务欺诈计划中 他没用欺诈俩字了 基本上是这个故事 已经有九个人参与了 现在又增加三个 具体的名字 他没有透露 但是呢 共和党人已经查到了 在报告中查到了其中的很多故事 那民主党人去谴责了他的说法 那民主党人都是从正常角度 去谴责正常角度去 那科莫跟监督委员会的共和党人 提出的 只主张 只是迄今为止 与真正的不法行为 没有任何关系的指控 真正的这个违法行为 那是由司法部去指控 对不对 所以民主党人从党派的利益 还可以去 去维护的说法 这是一个 这是 我只能说这是一种荒谬 是一种荒唐了 有多少家庭成员参加 这是科莫昨天在周日尼早的 我们任务的节目中讲到 他说我们现在有九个 但我 我相信会增加到十二个 拜登家族的影响力的 整个的兜售计划 他们参与了从世界各地企业 拿钱的计划 我们 但我们却没有找到 在拜登那里 任何一项合法的业务 就是他拿走钱了 没给人干活 我们没找到 那拜登 亨特拜登律师 这个星期要建司法部 建司法部跟这个东西 有多大关系 不知道 司法部正在挑剔 如何处理这么多 拜登家族成员 他说我意思是说 如果司法部 真的做好他们的工作的话 去起诉那些 所有参与这份计划中的 所有的人的话 那不会有人留下照片的 全家人都会全军覆没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 这个指控就是 在美国的社会中 应该从来没有经历过 那这个故事呢 就变得一种很有趣 很荒谬的故事 在2016年的时候 川普总统获选之后 所有左派媒体 大篇幅的去讨论 有关川普家族的 个人生意与个人利益 和白宫 美国总统的权力之间 必须脱钩 必须脱钩 那拜登获胜之后呢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白宫就成了按摩中心了 健康娱乐按摩中心了 成为了洗钱中心了 你觉得是不是啊 因为 洗钱没洗钱 是美国人民的今天的 选举的状况背景 被今天参选的民主党人 以这样的方式做成了 这没什么的 所以他说 合法的企业向有限公司付款 然后有限公司 却把这些钱 转给了拜登家族 这是一个 典型的洗钱方式 那我还没有在 拜登的异端 找到任何合法的 他对这笔钱财的 一种交代 所以你就注意啊 他没有发现任何 全家涉嫌洗钱 如果这些有限公司中 没有合法的商业交易 那就是洗钱 如果你获得技术支持 获得任何法律支持 你获得什么都可以 但是 如果你向外国人 提供任何服务 你就是外国代理商 外国代理人 你又没注册 还是违法 违反法律 不仅仅是逃税 而涉及了拜登 整体全家的人 这就是昨天 这是亨特跟他的 嫂子情人拉 监督委员会上周审查档案 里面讲述了其他一些故事 因为下面在讲述很多细节 我们就不跟他 大家如果想找他全文的话 英国的美日电讯 感谢朋友的支持 我们就不跟他有关的 爱情人摇曰 我们就不跟他 带我一个人 我们就不跟他